红烧三冬 红烧三冬是粤菜中著名的素菜类佳肴 制作这道菜的主料有冬笋250克 冬菇75克 冬菜25克 需要用的调料有白糖1克 味精4.5克 精盐6克 还需要配有胡椒粉0.05克 芝麻油0.5克 蚝油10克 玫瑰露酒25克 姜片1克 葱条2克 湿淀粉15克 还有绍酒和上汤 现在我们开始来制作这道菜 先将冬笋洗净 改切成约4厘米左右长的梳子块 放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下入切好的葱 下入切好的葱段姜片 爆香以后烹入绍酒 再加入上汤 略微煮一会儿 然后捞出葱和姜 随即放入水发香菇烧制 把香菇烧制入味后 盛出装入碗中 再加入玫瑰露酒 浸泡入味 炒锅上火 放入油 中火烧热 放入浸泡好的冬笋泡油 泡油后捞出力净油 炒锅重置火上 加入上汤 烹入绍酒 再下入沥油后的冬笋 放入少许的盐和味精 略微烧一会儿后 把它捞出装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少许的油 再烹入绍酒 上汤 再把切好的冬菜 放入锅中 放入浸泡好的冬菇 即圆汤 再放入冬笋 加入蚝油 加入蚝油 胡椒粉 味精 白糖 和精盐 烧制 烧制原料入味儿 放入芝麻油 水淀粉 然后再淋散油 然后再淋明油 翻匀后装入盘中 这道红烧三冬 就已经做好了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冬笋焯水时要焯透 香菇浸泡时 汤汁应该没过原料 使其充分地吸收水分 以免出现硬芯 这道红烧三冬的特点是 层次分明 清爽可口